今天的热点透视来关心 中国大陆出现全球首例人类感染新型A型流感H10N5 并同时染上季节性流感H3N2的致死个案 而新型A型流感H10N5主要感染对象是 群鸟类或是哺乳类动物 尽管感染人类几率低 但感染症医学会秘书长黄建贤就示警 一旦病毒出现了基因交换或是突变 就会让传染力跟死亡率都提高 如果没有早期隔绝处理将会变成一场灾难 中国大陆一名60多岁女性具有慢性病史 居住在安徽省罕见的同时感染新型A型流感H10N5 以及季节性流感H3N2 去年11月30号发病 12月16号不致死亡 而她也是全球首例人类混合感染这两种病毒的致死个案 合并感染多种病毒的风险是有增加 严重度会增加两到三成 好在这名个案相关接触者目前采检结果都是阴性 于是指出新型A型流感是指季节性流感H1N1 以及H3N2以外 偶发会感染人类的其他动物流感病毒 中国疾控中心检验这例个案染上的 情缘性H10N5流感病毒 主要感染对象是鸡等青鸟类或猪等哺乳类动物 通常不会传染给人类但国内有专家示警 此类病毒一旦发生突变又没在早期隔绝处理 恐怕就会演变成一场灾难 她的基因又改变变成说传染力变高的时候 然后她的死亡率又很高的时候 那就会是一场灾难 我想我们会等到是为针对这个病毒 比如说病毒的一些基因还有抗原性特征的一些比对的 报告出来之后再做进一步的研判 目前讲说它会不会成为下一个全球大流行的病毒 大概是言之过早 而机关署针对该民中国个案曾到过的安徽浙江省 旅游疫情建议仍维持第二级 建议民众春节期间如需前往这些地区务必加强防护 这是您干儿地台北报道